后面中会看到 全部武装的士兵站在装甲车前面警戒 而旁边还有警方设立的关卡 盘查进出人员 这里是距离俄乌边境42公里的工业城市哈尔科夫 也是乌克兰依据情资判断 最可能遭到直接攻击的目标之一 24号最新消息是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美方已经警告乌克兰 说俄罗斯已经做好全面准备 很可能在48小时内展开入侵 而乌克兰则是命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赋予政府的权力包括了交通管制 以及保护重要设施 还有禁止罢工等等 同时乌克兰也宣布征集18岁到60岁的预备役士兵 而在防线的另外一边 敌对的盾内刺客共和国也正在征兵 还有人是自己跑来征兵站报道 他们说预期战争即将开打 美军方面第82空降师增派4700人官兵 进入到他们位于波兰的营区 这也让当地的美军驻军数人数倍增 对于这紧绷的情势 莫斯科方面表示都是歇斯底里的反俄情绪 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自己的驻军还在增加 好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带您掌握的就是俄乌的危机最新情势 因为稍早在台湾时间大约是11点钟的时候 已经有外电传出来消息说 普京正式宣布要在乌克兰的东部 进行特殊的军事行动 那么普京是宣称呢 此举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东部的整个顿巴斯大区 但是之后呢 大概在11点09分的时候 根据CN的报道 其实在乌东的城市 包括上次哈尔科夫 这个地方是被预期说会是第一个战事冲突爆发的地区 这里传出了爆炸声响 那么之后在基辅同步也听到了爆炸声响 另外稍早就是在马里乌坡尔 这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比较偏向港边的城市 这个马里乌坡尔呢 其实也传出了爆炸的声响 另外传出来的消息呢 就是乌克兰的对于民航机的领空是关闭的 而之后呢 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是紧急召开了会议 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在安理会上面警告说 俄罗斯的部队今天晚上就会进乌克兰 他们再次的要求俄罗斯必须要克制自己的行动 不过稍早我们也知道 俄罗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其实有在电视上发表谈话 因为他呢 他当时还有甚至用俄文来讲话 也就是说要讲给俄罗斯的人听的 就是要求他们停止现在的行动 不过之后呢 普京有发表电视演说 显然是在警告美国和北约 如果说出兵乌克兰东部的话 普京没有点名的就警告了美国和北约说 那些想要介入的人俄罗斯会立即回应 他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后果 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我们知道财经市场是大受震荡 包括道琼机址在开盘之前呢 它就已经下跌了超过500点左右 而后续的消息我们要随时带您更新掌握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五角大厦评估将从网路开始 接着是空袭和导弹 地面进攻可能会在夜晚 而这个行动不是只从东部的清俄地区顿巴斯向西进攻 还有从北边白俄罗斯推进乌克兰首都基辅 在东北边的工业重镇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特别危险 确实今天乌克兰政府的网站遭到攻击 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乌克兰政府的态度也和之前不太一样 国会通过了30天的紧急状态 总统泽伦斯基颁布动员令 开始征召18岁到60岁的后备军人 也有报道说有乌克兰的家长在群组里面讨论 是不是要让小孩上学时 衣服上贴着血型的贴纸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北溪二号天然管线的 营运商已经公司高层进行制裁 这间公司注册在瑞士 但是母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拜登也警告如果俄罗斯扩大一步 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 美国的制裁也会更进一步 乌克兰占于密布冲击股市表现 23号美股收黑道琼工业指数下跌470点 标普500下跌1.84% 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2.57% 隔壁的新闻黄松普林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好是的主播 我们现在就要带您关注俄乌之间的最新情势 稍早俄罗斯普京宣布正式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 要进行特殊的军事行动 那么普京是宣称呢 这个举动是为了要保护顿巴斯大区 但是北约已经说了 这就等同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那么消息是在台湾时间约11点的时候传出的 而之后在11点10分左右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CNN守候在基辅连线报道的记者 他们就直接在镜头前面戴起了头盔 穿起了防弹背心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基辅听到了爆炸声 而且不只是在基辅哦 包括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 还有马里乌坡尔这些地区 都传出了爆炸声响 根据BBC的报道 基辅的爆炸声是至少有5到6次 另外在俄罗斯的西南部也传出爆炸声响 而乌克兰内政部官员 也在与汉记者的群组里面透露说 基辅遭到飞弹攻击 那么另外现在也知道了 乌克兰对民航机的领空随后是宣布关闭的 不过就在普京的行动过后呢 联合国安理会是交开了紧急的会议 美国主联合国大使就警告了 俄罗斯部队今天晚上就会进驻乌克兰 这个今天晚上就指的是现在您看到的画面 那么随后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说 他们会随时的监控情势 并且来谴责普京的行动 不过之后之前呢 其实稍早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有发表一场电视演说 这时候他也一改之前呼吁国民要冷静的语调 他是直接警告公民说 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大规模的进犯 乌克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 尽管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祭出了 一连串的金融上面的制裁 包括说限制俄罗斯发售国债的能力 以及限制俄罗斯企业在市场上的募资能力 还甚至包括说拜登刚刚稍早才最新宣布 要制裁俄罗斯海德国之间这个天然气管线 北溪二号的公司 但是这些制裁对于普京来说通通无用 他还是照样对乌克兰发布的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是道琼下跌了 期货盘至少下跌了700点 而日股也是瞬间狂泄了600点以上 财经市场瞬间都是狂泄下跌的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坦克车大腰大百开在大马路上 美联社拍下俄罗斯的军用车辆坦克车 一辆接着一辆开进乌克兰东部的盾内刺客 目前已有20万大军集结在乌尔边境 美国五角大厦还警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军 已经百分之百就定位 恐怕在未来48小时内 就会发动全面攻击 俄罗斯租乌大使馆冒出白烟 恐怕是在处理代步所的文件 大使馆的国旗也不见踪影 俄罗斯已经下令外交人员全数撤出乌克兰 普京态度强硬 以维和民意控制乌东地区 国际骂声不断 这时候却有人大战普京 川普说普京先是承认独立 再派兵 真是天才之举 也顺便批拜登无能 还说如果美国现在是他掌权 就不会有恶务危机 批别新闻 俄罗斯二十万大军请朝而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周三深夜不寻常的大动作 向全国发表谈话 谈到自己有打给俄罗斯总统普京 却没有回应 一席话直指无恶局势 难以回头 泽伦斯基也在同一天宣布 乌克兰全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 其间全国实施宵禁 人民自由受限至少30天 最长可达60天 而不寻常的是 总统泽伦斯基也首度下达动员令 乌克兰后备一男从18到60岁必须接受入伍 预估后备一部队约17万人 和国土防卫队约7万人 至少25万人一周内完成战斗集结 乌克兰人视死如归 同一天乌冬盾内刺客才经历两轮炮轰 CNN挺近距离前线500公尺 犹如废墟的边境小镇 民宅满是炮弹射穿的孔洞 在炮火蹂躏下 结构已经弯曲 犹如过去八年 饱受摧残的乌克兰人 只是以阵指正 渴望的和平恐怕越来越遥远 TVBS新闻综合报道